氣增很激烈 還有年底的九合一選戰 來看到基隆市原住民豐年紀 在今天登場 國民黨基隆市長參選人 謝立功 基隆市議長黃景泰 還有民進黨基隆市長候選人 林又昌都來參加 不過呢 謝立功跟黃景泰兩個人 一前一後 刻意的分開抵達現場 而這個林又昌呢 則是選在兩個人都離開之後才出現 三個人都不同台 市長參選呢 也是我們中國國民黨的平民人 謝立功 穿著輕便出席 原住民豐年紀活動 國民黨基隆市長參選人 謝立功 由黨部立委徐少平代理 向民眾握手致意 謝立功前腳準備離開 另一頭同位 國民黨籍參選人的黃景泰 正好抵達 一身原住民傳統服飾 受到熱烈歡迎 民眾熱情程度 看來確實有差異 黃景泰顯得自信滿滿 原住民族豐年紀活動喜氣洋洋 大家都要來不參加的都要打屁股 一票都不能少 只是當謝立功黃景泰都離開 民進黨參選人林又昌才出現 沒有啊 這其實就是我的行程 對 因為我前面還有很多的行程 這不是為了避免 不會啊 通牌很好啊 強調沒有刻意避開 但確實比表定時間晚了 20分鐘才到 雖然沒有王不見王 但能獨享舞台更自在 UJN TV層面碰完新基隆報導